公民崛起大家起來翻轉 我們來翻轉什麼 看起來民進黨已經確定沒問題 蔡英文獨處一尊 那麼將來就要競選總統大位 但是撲朔民林是誰 撲朔民林是國民黨 國民黨到底誰來派出來 有人說你出來我就要退黨 有人說非你不可 甚至叫另外一個人退黨 現在退黨已經成為國民黨的險學嗎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焦點 隔空交戰多日 馬英九 朱毅倫還有王金平 今天下午兩點 也就是現在 真能夠加和萬事新嗎 當然這裡面其中有許多的故事 包括第一點非常關鍵 叫做國民黨智庫 就是在國民黨的智庫 將召開一個黨政協調會 那麼在這黨政協調裡面 有沒有放話 按照國民黨的個性 一定有放話的 放話什麼呢 就是本來沒有邀馬英九 後來又邀了馬英九 那到底要不要邀馬英九呢 我們來看位置的擺設 馬英九不就在這裡嗎 所以你看連這個位置 他們也要放話 那麼裡面有包括了解太郎 這個沒選上的回來 曾永泉 這不是國民黨的秘書長嗎 現在是總統的秘書長 這個也厲害 張善政 毛治國 還有洪秀柱 黃敏慧 李四川跟賴四寶 你不覺得好像少了一個人 好龍斌啊 好龍斌也不是國民黨的副主席嗎 來了一個副主席 為什麼沒有看到另外一個副主席呢 不論怎麼樣 這個位置拍起來 看起來也是國民黨政治跟黨的高階要員 OK OK 但是這三個介面會不會尷尬呢 會不會尷尬 我也很好奇 會不會尷尬 因為有人就撒嬌 撒嬌 撒嬌說 天都我不要去 天都我不要去 然後還說什麼 這個狗咬旅動兵 那這個人到底說了什麼東西呢 那當然大家就說 乾不尷尬啊 馬豬王 有沒有尷尬 碰頭 互相大家就覺得注目的焦點嘛 但是釜方的說法 又是釜方了 有沒有注意到 這三個人只有一個是王敬明自己講的 其他都是黨政人士 釜方說法 這個國民黨就是喜歡玩這個遊戲 就是到底不知道誰說 但我們都知道是誰說 不是這樣嗎 我們來看一下 釜方說法是 馬與豬的關係沒有改變 這句話還是看不懂 好 等我 我要問問看我們的來賓 看得懂這句話 好 第二句話呢 黨政人士 其實朱立倫常常說話的 為什麼朱立倫不講呢 好 他說 朱惠秉持尊馬的立場 對最高從政黨員 有相當的尊從與領域 這聽起來 好 可以 四平八穩 但是王敬明就很直接了 我最喜歡的就是王敬明了 王敬明就是怎麼會尷尬呢 好了 那麼另外一部分 就是我們說的 待目前為止 所有的挺王派 都開始要問一件事情 就是馬朱如何善後 你不要在那邊撐了 因為律師都說 你們這個法律訴訟並沒有結束 我們來看一下 陳庚德跟這個盧嘉誠 基本上是挺王派 大家都知道 他說 所有立委都這樣不做啦 趕快啊 另外一個是什麼 你要怎麼善後 好 不論怎麼說呢 這個王金平這個事情 我們先看一下一個VCR 董東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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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你如果大家高興就好啦 大家分析就好嘛 所以他們怎麼想 那你怎麼想 對啊 我說大家高興就好啊 畫畫送的也好啦 最新的消息 朱立仁沒有去府 參加黨政協調會 還記得我們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胡忠信 胡大哥來了 說過一句話 他們說 既然人家放你一次鴿子 就是指的釋放天燈 那朱立仁有種 你也去放 這個馬英九的鴿子 真的放了耶 後來這個朱立仁 並沒有到府 去參與這個黨政協調 不過 但是 雖然沒有去 對不起啊 王金平跟朱立仁的事情 還是要解決啊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馬英九跟這個王金平 互相吵不完嘛 這個我們都知道 那麼就我們要來 劍縫插針 是 對 劍縫插針 不是劍針插縫 好 來 不是這樣插劍 好 來 這個是不是 是不是朱立仁得利天權力籌碼 好 我們來看 其實馬手上有沒有絕招 大家心知肚明 玉石技巧的樣貌 會讓自己的權力 恐怕只會加速流失吧 對不對 因為你還是要靠黨的力量 因為立法院的立法委員們 是跟黨有關的 那麼朱主席呢 除了尊馬之外呢 他還是尊馬 因為看到沒有 尊馬 其實朱主席你只要問他做夢 在夢什麼呢 還是尊馬 走在路上問他說什麼 尊馬 那他開車呢 尊馬 那麼其實也不需要刻意顧及馬的感受了 只要馬王持續交戰 朱就是最大受益者 難道不是嗎 講起來好像有點道理 都問問一下 我們來賓怎麼看 那麼第三個 王在馬這個智軸之下 在立月龍頭與角逐大衛之間 並受助於朱 這聽起來也有道理 另外朱的戰略高度 在馬王之上嗎 那這邊講到這邊 我們這個等我好好談一下 因為有太多的事情 我們現在看所謂的 剛剛所發生的事情就是 朱立倫真的好有種 他就不去這個府 委員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我認為朱立倫的算計跟全謀 他意圖要在馬王的政爭當中 左右逢源 兩方不得罪 但是現在就搞成 馬英九的不爽快 造成馬跟朱立倫自己的對干 所以可以看出來 我不去天燈放你鴿子 那我現在不爽 不跟你帶總統府 去你的主場跟你吃便當 你下午你要來我的主場 黨中央是我的主場 對不對 那中午這個便當會在 總統府是你的主場 所以我故意用 不到你的主場去吃便當 等於告訴你說 到黨中央是我當家做主 所以氣勢上朱在這個部分高了一節 那事實上馬英九絕對不會容許 王金平續任國會議長 各位要知道 如果王金平續任國會議長的話 馬英九卸任 王金平在國會議長的職權上面 包括立法 包括這個總統副總統的退職條例 他有很多未來可以撤走 馬英九卸任之後的一些動作 所以馬英九絕對不會容許 王金平續任國會議長 所以這個也是馬英九現在 這個韓州委屈還繼續的敦在國民黨裡面做最大號的黨員的一個原因 他就是要撤走王金平 避免他能夠被提名當總統候選人 一個總統他最擔心的 也是他卸任之後被政治清算 被人家鬥爭 看起來馬王之間不好了 不好 遵會好也不完全 所以他不樂見他當成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因為如果不信 我看起來是國民黨要當選總統的機會不大 但是如果不信王金平當選總統的話 那還得了 未來怎麼樣清算鬥爭這個前任的主席跟前任的總統 這個是馬英九不樂見 那所以馬英九跟王金平 你既然存在了這樣的一個矛盾之下 朱立倫想要在那邊做左右逢言 或者是說要算計全謀 要雙方通吃 我認為不可能 所以他們這個茶府裡面的風暴 有一天如果惹火了馬英九的話 他可能會一死俱焚 一死俱焚 大家不要忘了 馬英九他長期在國安體系當中 他每天都在看國安日報 這個王金平或者朱立倫 他們到底有哪些小辮子 或許有一天 馬英九隨便放個一兩個這些這些 這些他們的小辮子出來 很可能都會變成殺傷力很大的事件 所以馬英九跟王金平跟朱立倫 如果他們是一個三族的力量 能夠合作當然可以撐起國民黨 在今年的一年 大概還可以跟民進黨相抗衡 那如果他們彼此撤走 或者是這個內鬥持續不斷的話 我是擔心 你們國民黨要趕著太平洋 我都不意見 你們都要去北洞我也都不意見 但是我們倒是擔心 馬英九還有一年兩個月的總統任期 我們怕他挺走險 怕他冒進 因為要內鬥 所以他在整個國政上去做一些錯的事情 或者是做一些壞事情 做錯了還好 他做壞事那就完蛋了 譬如說他為了爭取 這個兩岸的主導權 跟朱立倫在兩岸當中的主導 互別苗頭 他會不會去冒進 或者會不會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出賣了台灣的利益 這個都我們很擔心 那我也擔心說他們的內鬥 因為行政權跟他們的立法權 還有黨中央彼此內鬥 結果讓國政空轉 整個行政院變成在渡過垃圾時間 變成一個過渡性的無能政府 我們台灣可以陪著馬英九 這個鐵達尼號一起成文嗎 當然不能 所以我們擔心的是国家的利益 人民的權益 但是對於國民黨這樣的內鬥 我們要監督它 我們要嚴厲的注意著它 不要讓他們因為內鬥而傷害了國家 跟人民的利益 對 因為我們等我要討論一下 其實有一些已經是過期的一些 所謂政治人物或者是官僚體系 現在陸續都回籠了 包括了王玉琴 傳說也要回來國安局當作諮詢委員 怎麼可以有這種事情發生 剛委員所說的話會不會就真的到眾了 但是我要強調一件事情是 剛才我們講的事情是 國政是所謂的黨政平台 那麼黨政平台是在總統府開的 那麼黨政平台是先開 接著才是在所謂的智庫去開另外的 他們的所謂的行政立法的研討會 所以一個是黨政平台 黨政平台是在總統府 而行政立法是在這個智庫 但重點來了 今天朱立倫 精彩精彩刺激刺激 朱立倫就決定不去總統府 去見這個他所尊馬的馬英九 那我要問一個問題了 這位子排下去 馬英九在這個地方 他會不會出現 剛從委員點到一件事情 今天可是有毛治國會出現 根據了解 毛治國是要要求朱立倫 對於所謂的房市合一稅要表態 那麼這是馬英九的政策 不是公平正義嗎 年華你怎麼看 會不會馬英九火大了 他也不去了 其實開個玩笑 朱立倫禮禮拜一不去便當會 沒什麼 因為他禮拜三主持中常會 叫毛治國用從政黨員身份 來跟我報告就好了 不就結了嘛 所以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國民黨要搞清楚一件事 你們很喜歡演那種宮廷大戲 說實在宮廷大戲 我不如去看那個中國拍的很多 那個清宮戲 反而比他們也好看 我先打個岔 我其實不能理解 朱立倫不去總統府參加這個黨政平台 他的用心是什麼 是難道真的就是小心眼小鼻子 針對那天沒有去天燈那次馬英九不去 還是他認為黨政平台根本沒有存在價值 我覺得到朱立倫 玩政治玩到他們這個層次 不太可能說小鼻子小眼睛到說 你不來放天燈 我就不去開你的黨政平台會議 不至於啦 問題就是說朱立倫他應該要先問自己說 你去開這個會幹什麼 因為這個會要執行的是馬英九的政策 他是不是中國國民黨的政策 是不是你朱立倫的政策 恐怕兩者之間未必畫上等號 尷尬 對尷尬嘛 我今天我去聽了 假設譬如說傑民剛剛講 毛治國講說 因為這是這個房地合一 這個兩歲合一的政策 為什麼被擋下來 是因為國民黨立願黨團認為說 你財政部要推這個政策之前 沒有先來跟我報告 這是以前從來沒發生過的事情 去年1.29敗選之後 首度發生 他們現在要求所有行政院 要推的重要政策 要先跟國民黨黨團報告 報告黨團同意之後 你才可以送案 所以因為國民黨立願黨 認為說你沒來跟我報告 所以你根本不要送案子來 所以毛治國在急這個事情 好 就拿這個政策來講 這是馬英九的政策 可是這個政策 是不是朱立倫的政策 是不是國民黨的政策 目前看起來顯然不適合 因為國民黨立委裡面 據我了解 也有很多人對行政院 打算送出來這個草案 是非常不滿意的 對 那民進黨更不用講 民進黨是非常不滿意 那你說好 朱立倫如果在這種場合 他今天去開會了 毛治國在會中 跟他提這個事情 那你覺得朱立倫該怎麼回答 大家尷尬 朱立倫總不能講說 這不行 我不同意 大家尷尬 因為現在還沒到撕破臉的時候 還沒冰鬥 所以我覺得朱立倫不去 也是對的 第一 避免尷尬 第二 你去一次 再幫馬英九的政策做背書 那你去背完書之後 你因為這個會照理說 王金平是要參加的 可是從前年九月政政之後 馬英九就不讓王金平來 所以今天王金平還是沒去參加 那你說立法院長不來 你行政院有再好的政策 你總要送立法院 那你都不跟立法院長溝通 朱立倫今天站在一個黨主席的立場 他唯一能控制的是叫 國民黨的立院黨團 他不能控制行政院 他只能控制立院黨團 所以他在這個節骨眼 他當然策略性的選擇 要跟王金平站在同一邊 也許兩個不是聯手 要對抗馬英九 可是就禮拜一中午 這個便當會來講 這兩個人立場應該是一致的 所以越來越精彩了 朱立倫先說 中山會報不能舉辦了 接下來在總統府裡面的黨政平台 他也不去了 那將來以後就不會有黨政平台了 因為他這次不去 表示未來也不會去了 應該是這樣吧 好了 所以回頭一件事情是 我的焦點是這個地方 今天黨跟政都是重要的 因為它是 畢竟國民黨是執政黨 而政在馬英九的手上 黨政如果不談不攏 那這個國家是不是要空轉呢 廣告後我們繼續來追蹤